现在七八月份很多花有的兰花 特别是四季男见男都已经开始长出花芽花苞 甚至是已经开花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高兴的太早 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好 要不然没花看 那么这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做好防虫工作 因为现在正处于夏季温度高湿度大 这个时候非常容易感染虫害 比如牙虫剂这些内虫害 会危害你的花芽花苞 导致它无法正常的生长开放 后期我们自然就没花看了 而想要做好防虫工作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在花盆里面呢 给它撒上这个防虫颗粒 敷虫胺就可以了 它这种颗粒型的防虫药呢 使用非常简单 只要取适量 沿着花盆边缘呢 给它均匀的撒下去 然后浇上水 它就能够溶解释放 可以被植物所吸收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防虫效果 不管是土壤里面虫 还是枝叶上的花朵上的虫 都能够进行有效的防治 一般我们大概两个月 使用一次就够了 防护了非常的简单 当然了还要保证 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